北京时间1月1日晚间 英超第21轮联赛继续进行 沃特福德坐镇主场 迎来托特纳姆热次的挑战 沃尔福德的境况相当糟糕 他们遭遇了5连败 最近10场比赛2胜8负 不过将拉涅利似乎魔力消失 积分榜上沃特福德4胜1平 12负紧急13分 排名第17位 身后就是降级区的伯恩利和纽卡斯尔 沃特福德仅仅领先2分而已 随时都有可能跌入降级区 热次在更换了主教练之后 终于回到了胜利的轨道 在孔帝的带领下 热次6轮比赛4胜2平 拿到了14分 而之前的11轮 热次也只拿到了16分而已 本轮比赛前 热次少赛3场 落后第4的阿森纳5分而已 热次方面排出的首发阵容是 一洛里 三雷吉隆 六达文森桑切斯 十二埃莫森 十五戴尔 三十三本戴维斯 五霍伊别尔 二十九斯基普 七孙星明 十凯恩 二十七卢卡斯莫拉 开场之后 实力占优的热次就反客为主 完全压制过了半场 沃特福德打得相当被动 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上半场比赛 两队的射门比试8-2 热次一再错失得分机会 带着0-0的比分 两队进入到了下半场 下半场刚刚开始 热次再次连续获得机会 凯恩在禁区前的动作 一气呵成 巴赫曼飞身将球拖出 进行人员调整后的沃特福德进攻 终于有所起色 而孙星明的脚后跟射门未能打上 热次也再次错失机会 第71分钟 小卢卡斯精准地传球 孙星明不停球射门 巴赫曼又做出不可思议的扑救 第85分钟 看台出现意外情况 两队的队一狂奔上了看台 比赛被迫暂停 第92分钟 比赛恢复 第95分钟 热次获得前场任意球 孙星明送出精准助攻 桑切斯头锤破门 热次完成绝杀 最终 热次在全场占优 1比0小胜沃特福德 积分榜上反超 曼联2分排名第5 距离第4的阿森纳只差2分 孔帝上任后 热次在英超5胜 二平保持不败 而拉涅利执教的沃特福德 遭遇了6连败 1比0小胜尽